-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中東前博士陳龍老師 今天大家高興了四個半小時 對吧 最後還是掉下來了 指數小漲一點點 那今天為什麼漲呢 因為金融股大漲 因為長榮大漲 但是你的電子股 我放空的AI股倒一片 倒一片 我今天本來想用大獲全勝四個字 空單 但是因為指數漲 你就沒那個感覺 對吧 沒關係 我現在跟你講的都是趨勢 這一個趨勢還會再進行 至少進行兩個月 為什麼 因為川普兩個月後才就任 倒也不是兩個月之後就會改變 只是兩個月之後我們再看他端什麼菜 眼前 川普交易 還會有威力加強版 什麼叫川普交易 在我的節目裡面 我不跟你講那些 什麼馬斯克啦 特斯拉啦 什麼狗狗幣啦 什麼比特幣 我不講那個東西 我講的是國際金融的東西 美元 美債 股市 這個是跟我有關 我會花時間來給各位一個方向 那我講的這個方向 先注意聽喔 我講的這個方向至少有效期限兩個月以上 就是到川普上任前 就這一段時間 所以你自己參考 那我是代貨員的分析師 那我們代貨員就是一個方向 放空台灣電子股 而且我跟你講過了 我現在就是 以前我說台積電不空 對不對 另外99% 我今天老實說 我連台積電我都想放空啊 所以我要收回我以前講說 我不放空台積電的這句話 因為我覺得覆巢之下無完卵 好 來開始講 美國會再次偉大 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國 未來會怎樣 會不會偉大 我不知道 但美國股市會再偉大 美元會再偉大 美債的殖利率會再偉大 這一點無庸置疑 所以在這三個 美元 美債 美國股市 三個大柱子 你一定要做好應變的準備 你不要跟這三個大趨勢顛倒的做 聽得懂嗎 好 因為這三個太重要了 而且是未來這一兩個月 全球資金就往這三個地方去 所以我之前跟你講 台股跌美債漲 台股跌美股漲 這個邏輯不會不通 不會不通 美國的經濟根本沒有衰退 美國的PPI 盾售物價指數 或者你講生產者物價指數 擴大 通膨沒有退 對 那鮑爾呢 鮑爾從那個降息兩馬 之後就開始變鷹派了 就開始萎縮了 雖然他還是降息 但是現在變成是 注意看 降息不擠啦 看看數據 其實很清楚的 當初降兩馬 就是政治考量嘛 他就是在幫拜登助選 應該說幫賀錦麗助選 因為從美國的經濟角度來看 好像沒有差啊 不但沒有軟著陸 硬著陸 反而沒有著陸 現在川普上來以後 可能不但不著陸 反而要開始起飛 那聯準會降什麼息 對吧 聯準就沒有理由降息啦 聯準會要收回降息循環 改成未來要升息抗通膨 那你的債券就慘了 好再講一遍 你買的都是長期債券 長期的債券呢 就希望什麼 兩件事情 要嘛聯準會降息 你說有啊 有在降啊 但是聯準會降息影響是短期利率 你買的是常債嘛 常債看的是經濟成長率跟通膨率 這兩個都要上升 在川普執政之下 如果他都完全實現他的政見的話 通膨一定上升 經濟成長會比較好 因為他減稅嘛 他減稅嘛 然後國債拼命借 國債拼命發 這個國債拼命借 國債你想想看嘛 債券 在市場上流通變多了 東西多了就不值錢 債券價格就跌 殖利率就漲 所以你買美債的 你要 皮繃緊一點 好 那我的焦點也不是美債 我們代會員是空股票 對吧 股票更慘 股票更慘 你能想像今天廣達跌5%多嗎 昨天開法說會啊 這我的空單耶 我今天只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在空廣達的時候 是大家都想買廣達的時候 對吧 富貴險中求啊 我今天會好好來跟你聊一聊AI 奇怪啦 你說美國好 美國股市好 那美國的AI應該也不錯 但為什麼台灣的AI要跌 我等一下講給你聽 好 你說跌擋廣達也就算了 對吧 這叫啟紅 這我有空單 這個 這個 紅海 我之前不是就跟各位講 紅海 送分題 紅海已經 紅海跌幾天 跌一個禮拜了 我們就是一個禮拜前放空 然後我說今天連台積電 我都很想放空 我本來台積電沒有放空 但是從今天開始台積電我也很想放空 1000塊以上 所以叫全面放空 電子股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什麼 今天金融股大漲 金融股大漲 什麼這些銀建股 什麼塑膠這些漲 這不關我的事 我的焦點就是它 電子股 好理由跟原因 我慢慢講給你聽 我第一個我先講這邊的測標 現在叫做錢進美國 錢 money 進美國 好我跟各位講 那就三個 一個美元 一個美股 一個美債 這三件事情 跑不掉 這個牽動到你的投資 我告訴各位 未來的這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多久 兩個月半年 都有可能 錢就會一直從新興市場移到美國 那這樣子的過程你會看到什麼 你會看到譬如說以台灣來講 就是新台幣重貶 以韓國來講韓元重貶 人民幣重貶 東南亞貨幣全死 聽得懂嗎 因為我們叫新興國家 新興國家就是跟匯率直接連動 我們如果台幣升值資金流入 台股大漲 台幣貶值資金流出 台股大跌 今天為什麼沒有跌 因為今天的美元沒有那麼強 今天的美元稍微有拉回 你有看到嗎 美元今天稍微回檔 所以呢台股呢 今天在盤中還稍微 跳一下有沒有 但是撐不久的 你相信我撐不久的 很多人還在搞不清楚狀況 台幣連惡黑下探32.5 這前兩天的新聞 熱錢瘋狂會出 那我請問你為什麼 就像我昨天舉個例子 電影院失火了 一堆人在往外跑 你還坐在沙發上看電影 看電影 覺得好舒服 很多人現在就是這樣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韓元已經貶到不知道哪裡去 往上叫貶值 台幣一定會跟的 我再講一個 譬如說東南亞 注意看喔 這叫馬尼拉 馬尼拉是菲律賓股市 這樣懂嗎 所以你以為 哦 跌這樣都可以 哦 這個煤根紅棒 這個代表止跌了 準備要大漲了 止跌要準備大漲了 就一直跌 從川普選上 你看 川普當選到今天他擠黑了 多慘啊 這是股市 這是不是資金在落跑 這個叫雅加達 雅加達知道吧 印尼首都雅加達 印尼股市 是不是 這個叫什麼 血崩啊 我不想跟你提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但是 三分項 或者五分項 當時的金融局勢 當然少了一個索羅斯啦 但是我 我跟你講三分項五分項 資金大量的從新興市場 落跑 這個是印尼 這叫菲律賓 都在落跑 這叫韓國 台灣 台灣 遲早好不好 遲早 台灣會破這裡啊 我說會破兩萬年 兩萬年在這裡嗎 我希望你能夠了解 我再講一遍 我們研究總體經濟 你就是要知道錢怎麼留 從哪裡留到哪裡 流過去那個地方大廠 被提款的就準備大跌 那我問你這個趨勢 請問你要怎麼改變 你把川普換掉嗎 你讓美國不要說偉大嗎 你讓美國不要磕大家關稅嗎 你美國不減稅嗎 他不打擊非法移民嗎 這些他都會做 他不去對抗中國嗎 他不跟台灣收保護費嗎 他不叫台積電去美國設廠嗎 除非我講的這些東西 你叫川普收回來 否則 你就要去反應啊 你都不反應 做以代幣而已啊 來來來 今天這樣大跌 你的股票在哪裡 雙紅 西紅 廣達這什麼股票 都不是 阿媽阿狗啊 這些都是大家 每天非常愛 只要一跌就是什麼 彎腰減鑽石的股票 對不對 台灣AI多好又多好 我等一下跟你講AI 我今天跟各位講一個重點 新興市場 含台灣 新興市場你應該知道 你去看那個摩根史丹利編的 那個新興市場指數 什麼中國啦 印度啦 通通都是啦 大災難來了 川普的關稅 減稅 對內減稅 還有AI科技 AI科技就像一個胡蘿蔔 你知道嗎 胡蘿蔔 它會把全世界 對科技業有興趣的錢 全部吸到美國 因為只有美國在發展AI 你說台灣也有啊 等一下我聊聊台灣的AI 台灣的AI 它已經準備要功成身退了 前進美國趨勢無法打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好好分析 好 哈囉好 現場 川普如果上任的話 川普是一個共和黨 應該這樣講 共和黨是什麼樣的主張 跟民主黨不一樣 民主黨是大政府 什麼東西政府都要管 什麼東西都要政府呢 拿了錢以後呢 再來分配 所以呢 有錢人 繳稅 給沒錢的人 但是他分配了好不好 你看這支總統大選 就知道 代表民眾不買單嘛 那共和黨是這樣 我小政府 我政府那麼多人幹嘛 你看現在馬斯克 他還要成立一個什麼 政府要有效率 對不對 他要砍人啊 一年的總預算要砍了兩兆 做不做得到一回事啦 但是至少來講 就是要縮減嘛 把政府的規模縮減嘛 像另外一個那個主持人 他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什麼教育部也可以廢掉了 你把教育部的預算 然後發給人家 補貼那些窮苦人家 念書還比較好咧 所以他們未來會做這件事情 小政府 那既然他小政府嘛 對於很多東西就沒辦法管 甚至他也不想管 金融監管 鬆綁 我告訴你這個金融監管 鬆綁 就會讓多少的美國 尤其是那些大投資銀行 高盛 Morgan Stanley 美林 什麼什麼這些 全部 未來就可以放開手腳 賣什麼衍生性金融商品啊 幹嘛的有沒有 你說這樣子齁 以後可能會造成什麼金融風暴 就像2008年一樣 那也是以後的事情啊 至少眼前他會先反應力多 所以為什麼我跟你講 美國股市好是這樣啊 好川普放寬監管對不對 他除了放寬金融的監管以外 你覺得他AI管不管 AI是需要管的啊 對不對 第一個你AI在訓練大模型的時候 你的資料來源哪裡來 然後你AI未來有很多政府 要去介入要限制啊 不然你AI 隨便亂 我光不要講什麼啦 光每天那個 冒用我的名義那個詐騙的那個 Facebook或者Line裡面的那些群組 那很多也都是用AI 在做犯罪的事情啊 那要不要管 可是有的時候是這樣 管了以後呢 就有一點在阻礙 他的發展對吧 好那這件事情 落到川普頭上 你覺得川普會不會管 AI發展他會不會管 他絕對不會管 而且他政府裡面 有一個馬斯克你知道嗎 馬斯克不是自己也在搞AI嗎 他希望把AI 用在他的特斯拉裡面嘛 不是 甚至是儀化發展機器人嘛 所以我認為 AI在川普政府手上會百花齊放 我講的是應用端 因為我一直跟各位講 你總不能每次都買鏟子 買了貴三三的鏟子 買了以後挖不到金礦嘛 川普執政以後 很有可能就鼓勵大家去挖金礦 而且真的有金礦可以挖 如果今天AI的應用端落地了 才有未來的什麼AI手機跟AIPC嘛 什麼蘋果手機才能夠有AI服務 才能夠用得很棒嘛 對不對 到時候也才有台灣的商機啊 因為 我在講一遍 台灣就做硬體了啦 是不是 所以如果注意聽 AI如果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叫做 伺服器嘛 AI伺服器嘛 含裡面的灰達晶片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階段就是 我買了那麼多的伺服器 至少買了兩年了吧 現在開始最新的叫GP GP200嘛 買到這邊也要稍微停一下了吧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我要用這些 貴什麼什麼的伺服器 來做運算 來做應用 那這個應用就是 美國那些新創公司 那些大公司 的事情嘛 像我最近看到幾個應用 我覺得還不錯啊 像 以前叫Chap GPT 對不對 OpenAI的 現在叫做Search 7月份推一個叫Search GPT 我覺得那個很好用 因為我們現在Google搜尋 就是用關鍵字嘛 你要打川普 跟川普有關 然後一個一個進去看嘛 沒有啊 你現在可以唸一串 欸 川普交易是什麼樣的內容 你就這樣講就好了 他就啪啪啪啪給你一個正確答案 我覺得那個很好用 你知道嗎 像我常常水龍頭壞了怎麼修 你就這樣講就好了 他就啪啪啪跟你講 這叫Search GPT 這是他應用的一個部分 另外我看Google的 也有一個應用也不錯 另外我看Google的也有一個應用也不錯 叫Notebook LM Notebook LM 我覺得那個很棒 那個是什麼樣 你知道嗎 像我現在在做研究 因為我眼睛有一點老花眼 我在看文章蠻吃力的 你知道嗎 但是他這個Notebook LM 就是怎麼樣 你把這一篇文章 就直接輸入到電腦 然後電腦會自動生成 好像兩個主播在聊天 類似Podcast的東西 就把那個內容 用兩個AI主播來聊天 而且他聊天真的 你聽不出來是AI 就用講的講給你聽 而且不是很生硬的講 而且是聊天的方式 可能這一篇文章 生成一個十分鐘的影片 聊給你聽 我這樣就不用讀得那麼累 我就不用戴老花眼鏡了 你知道嗎 好啦講不完 我今天只是告訴你 AI應用 那這個AI應用 老實說跟台灣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它是軟體嘛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 我看好美國的AI應用 但是我放空台灣的AI伺服器 這不衝突 因為台灣的AI伺服器 要告一段落的 四大雲端中心買太多了 你總不能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對吧 就像假設你要開一家餐廳 你總要先買一些廚房設備吧 你總要店面要裝潢吧 桌子椅子要嘛 對吧 那你總不能一直買這個東西啊 你一直買廚房設備嗎 一直買桌子椅子嗎 不是嘛 你要開始研發菜單啊 你要找廚師 你要料理啊 你要廣告行銷啊 是不是這樣 你要進入到下一個階段啊 怎麼一直在講鏟子呢 一直在講伺服器呢 對不對 這個部分工程深退 尤其是當你聽到GB200什麼要出貨 那就代表結束啦 利多實現啦 所以我之前講 川普完全執政 台廠會啪啪啪 更何況現在還有一個關稅 你整台AI伺服器 你做好 假設很多人說 一台要1億對吧 1億賣到美國 10%關稅啊 1000萬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好 這個都是AI伺服器啦 鴻海最旺 而且這個是拿到最多GB200訂單的 為什麼股價大跌 我說過它跌一個禮拜了 它不是今天跌喔 它從220塊跌到今天207塊 再過一陣子就破200塊 不GB200要出貨了嗎 你知道的利多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利多股票會漲嗎 不會吧 對不對 更何況 今天GB200下單給你 下一個世代是下單給你嗎 不一定喔 大家來比價 現在可能把中國大陸也加進去比價 對不對 技嘉 也是AI 對不對 技嘉要找嗎 叫齊鴻 也是AI 藝人 對不對 獲利創新高 齊鴻 好 這些都是我的空單 我今天只是告訴你 你要空在一個人家不敢空的地方嘛 對不對 今天大跌下來大家都知道它轉弱 但在這裡你敢不敢放空 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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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美國製造啊 對不對 你會去 你會發現啊 當你去美國製造 你會發現 在美國光做伺服器的 不知道幾家廠商 不知道有多少家 大家一起競爭吧 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講 做AI伺服器到底有多賺錢 廣達 今天為什麼會大跌你知道嗎 因為它的毛利率太爛了 我之前還開玩笑講說 我說AI伺服器你組一台啊 應該毛利率啊 是筆電的兩倍對吧 組一台至少有10% 可畢竟來講廣達現在最大的業務 還是組筆電啊 所以呢 AI伺服器毛利率10% 可是筆電的毛利率可能只有5% 來兩個一平均7點多% 那就大家的想像空間就沒啦 怎麼搞半天7點多%咧 對不對 那組AI伺服器有稍微拉伸一點 但是呢 你的原來的業務還是一樣比電嘛 比較小看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重點 來來來 毛利率有看到嗎 毛利率 第二季還有8%多咧 第三季變成7%多 你看看 還往下掉 好 所以 我們也沒有空跟我講 今天還有一個台積電的新聞 我覺得台積電真的是 倒楣啦 如果你真的被川普拉去 大規模的在美國設場 那以後麻煩多了好不好 我之前就講 美國 其實這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美國的勞工怎麼樣 跟台灣的人怎麼比 對不對 現在美國勞工說 美國員工說 台積電在美國的工廠歧視 非亞裔員工 就是說他對台灣人比較好 因為他們開會都講國語 啊我如果是美國我就聽不懂 對不對 對我們也沒比較好 然後對台灣人的薪水比較高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麻煩惹不完 還還還還訴訟 然後台積電回應說 這個已經在法院審理中 所以呢這個不評論 所以加速去美國生產你覺得好嗎 你覺得好嗎 好 最後提醒你 這個會產賠高股CTF 美債也會在虧 那這個是我放空的重點叫電子股 我建議各位 這個趨勢 很久喔 所以你不放空 你以後會很痛苦喔 第一個你滿手多單一定會賠大錢 然後你要趕快清倉 然後把你的資金分成五個等分 我一檔一檔帶你放空 好我一檔一檔帶你放空 放空才能夠大獲全勝 然後呢這個雙11的超級大力 一定要把握機會 雙11加1 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們現在大概是唯一啊 在電子股裡面是唯一的贏家 是吧 以後還會再大勝 請及早跟上腳步 0800這個電話播進來直接 直接跟我們聯絡 祝各位超順利 我們下禮拜見 這次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